тел 哈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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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早安 我是電踏少女 大家都睡飽了嗎 沒錯 我們剛剛結束了 就是蘋果 2019 年秋季發表會的直播 這支影片就是會把 發表會的重點一次整理給大家 這支發表會他們一共發表了三項硬體 第一個就是新的iPad 以及有Apple Watch Series 5 還有就是全新三款新的 iPhone 11 系列手機 還有兩個串流服 Apple Arcade 以及 Apple TV Plus 那馬上來看一下他們各自有哪些重點吧 先來講講預料之外的 iPad 好了 因為本來想說蘋果可能會在 10 月或 11 月的時候才會發表新的平板 但是他們在今天的發表會上帶來了全新 10.2 吋的新 iPad 啦 那它搭載的是 A10 的處理器 以及已經採用全新 iPadOS 的作為系統 所以它在整個使用上可以更接近小型的電腦 因為它也可以外接就是全尺寸的鍵盤 以及也可以搭配 Apple Pencil 來做使用喔 那也因為是搭載了全新 iPadOS 的作為系統的關機 所以它在整個就是多工處理上面可以更快速更流暢 以及它也可以就是外接滑鼠來做搭配使用 甚至你也可以外接隨身碟來做更多元的檔案讀取喔 同時也是因為有 A10 處理器的加值 它的效能也更加的提升 所以可以做一些比較複雜的 像是可能 AR 的擴增實際的應用 或是你想要外接 PS4 啊 Sbox 的搖桿來做遊戲的遊玩 都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續航力的話官方表示有 10 個小時 那它目前在台灣官網的售價呢 是有兩種版本有 32GB 跟 128GB 那售價分別是 10900 跟 13900 不過呢發表會上只有講就是美國的地區 它是在今天就可以正式預購 以及會在 9 月 30 號開賣 但台灣這部分可能就要在等待進一副的消息囉 接下來呢就要進入重頭戲 iPhone 的部分啦 這次果不其然呢就推出了三款新的 iPhone iPhone 11、iPhone 11 Pro 跟 iPhone 11 Pro Max 那 iPhone 11 呢它就是 iPhone XR 的後繼幾種啦 我們就先從它來看起吧 首先外觀的部分 iPhone 11 一樣維持多彩的機身 有黑白、紅、黃、綠、紫、紫、六種顏色 那有人個人覺得綠色非常的可愛 那 A 馬 則是私心喜歡薰衣草紫色喔 那轉過來正面的部分呢 它一樣是配備 6.1 吋的 LCD 螢幕 然後很多人都大部分說 這次 iPhone 11 的邊框有沒有變得比較窄一點呢 好像沒有耶 接下來鏡頭的部分呢 這次 iPhone 11 升級成雙鏡頭啦 那兩顆都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再採用標準鏡頭跟超廣角鏡頭的組合 那拍攝模式呢 終於加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夜間拍攝啦 掌聲鼓勵 對 那除了夜間拍攝之外呢 它們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Quick Tag 的功能 它是可以讓你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你一時之間想要變成錄影模式的話 你不用再額外做切換 你只要按住快門鍵然後往右滑 就可以無縫接軌成錄影模式囉 至於在拍攝人像的部分呢 除了原有的人像景深現在可以支援到拍攝毛小孩或是物品之外 現在呢也加入了高色調燈光黑白效果 它可以把你的人像照一秒變成去背的攝影膨光的黑白照 而且呢你還可以任意調整主體上面的光線強度喔 而前鏡頭的部分呢也提升到了一千兩百萬畫素 那這次它會在前後鏡頭的部分呢 最高都可以錄製到4K 60fps的錄影模式喔 然後這次還蠻特別的是他們真的在前鏡頭裡面加入了慢動作錄影 看我們想要我們怎麼樣實測這個情境呢 工業電風扇